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编定户口 重定赋税 由芈戎主持颁布标准横器 统一度量横 由司马措主持蜀忠事务 由白旗主持戎笛义俗等事 谨遵太后之定 听到没有 好像是我们的褚月 大王大婚的日子快到了 洞房就安置在常乐殿 这阵子月师们正在演练褚月 可不是 听说明日楚国送亲的车马 就该进咸阳城了 你们把楚国公主的画像 给稷儿送去 她可中意 大王只看了一眼 就红着脸走开了 大王已经成人了 知道害臊了 在我们面前啊 不像过去有什么说什么 你问她 她反而更拘着自己 楚国公主端庄持重 听说她娘亲是楚宫的赵美人 人生得漂亮 招来男后郑袖的妒忌 母女在宫中吃过不少苦 是个可怜的孩子 吃过苦的人知道好歹 一定和咱们大王贴心 太后 庸大人来了 请庸大人进来 是 太后 坐 谢太后 庸大人请用茶 谢太后 太后可知道 楚国送亲的车马就要到咸阳了 驿馆那边可安排妥当 已经安排妥当 此外 楚国质子也随送亲的车马一起来了 这么说他们真把太子恒送来了 是 与太子恒一同前来的还有楚国使臣 虽说这是两桩事 但可做一桩事办 就都安排在驿馆里吧 我是做过质子的人 知道质子的苦楚 不要怠慢了他们 是 太后可想知道 陪太子恒一同前来的楚国使臣是谁吗 谁 太后的一位故人 黄公子 黄歇 拿下去吧 太后只吃了这么一点点 是不是身子不舒服 要不然奴婢让太医来请个卖吧 不必了 昨日楚国质子到了咸阳 不知他们是否呈上国书 奴婢这就让人去打听 要不奴婢去驿馆看看 看看 月儿 你这是怎么了 你不是应该在操练兵马吗 我突然想你了 就回来看看去 是 出什么事了 没出事啊 没事就好 月儿 我想让你陪我出城散散心 我出宫都不易 哪能说走就走 跟你去城外散心 这些年 我们一直分多俱少 草原的女人 那可都是跟着男人走的 别说傻话 我哪能丢下朝政跟你走 你做什么 还没一点动静 胡闹 我们草原的老人可说了 女人只有怀上孩子 那心才会被真正的拴住 你真会给我添乱 我虽没怀上孩子 但我的心早就被拴住了 那好 那我们此刻就怀孩子去 来 别闹 我有证实要告诉你 什么事啊 楚国公主来了 过几日就要给稷儿大婚了 我不去 为什么 你儿子盈稷他不喜欢我 我何必要去自讨没趣啊 楚国还来了别人 爱来谁来谁 有你就够了 你真好看 你比画像里还好看 你 你怎么不说话啊 对了 王后 你是叫米昭对吧 那从今日开始 我就叫你昭儿吧 你别害怕 你别害怕 我 我就是想问你几句话 是 你父王对你好吗 那 那你嫁到这么远来 你想家吗 想是想 不过 不过 太后 我的姑母不是也是这样嫁过来的吗 如此一想 便好些了 你 你有话对我说吗 太后她 好相处吗 我母后 我母后 你放心吧 我母后她不会难为你的 那你呢 我 我就更不会难为你了 大王 你爱吃什么膳食啊 我爱吃我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你爱吃什么 我给你做 你会厨艺啊 以前母亲病着 想吃家乡的菜 膳房又叫不动 我就自己动手做 我 我 我知道你不是嫡出 可是 你母亲怎么会受那样的屈辱啊 南后郑秀不喜欢我母亲 原来 你也是受过委屈的人 我不怕受委屈 只要我母亲高兴 你 你 你这手是怎么伤的啊 儿是不小心被木刺扎中 又不敢叫太医 所以就 你放心吧 妖儿 从今往后 我 我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的 太后 楚国质子和使臣到了 宣他们进来 是 楚太子横拜见秦国太后 楚臣黄歇拜见太后 太子不必多礼 你们起来了 你今到秦国为至 你我虽有亲义 但也只能先述国事 望你在秦国多走走看看 通晓秦国国情广交朋友 安分度日 不要出了什么差池 免得坏了两国情义 多谢太后提点 恒当恭谨自处 安分守己 这样就好 子歇 许久不见 别来无恙 多谢太后清卦 穆馨 小的在 大王要召见楚太子 你带太子横去承明殿吧 是 如此 横先告退了 皇先告辞 子歇暂且留下 我还有一些事情 要问子歇 鬼门 子歇 坐 你过来 坐到这边来 其他人都退下 你再略许往前些 你若不过来 我看不清你 月儿闭着眼睛 都会看清我的模样 这几年 我自己 都快看不清自己了 不会的 我不相信 月儿心里明镜一般 告诉我 你可好 好 你好 就再好不过了 月儿 哭不得 你已经是太后了 太后哭不得 但月儿 伤可苦 见到你 我太高兴了 月儿 你还记得那天我们在桃园里 你拿软鞭打鼓子吗 你 你告诉我 说我看起来实在不像个公主 像公主的人又没你能干 白马御鞭 金佩银鞭 还是你教会我大软鞭的呢 我那把人人羡慕的软鞭 我那把人羡慕的软鞭 却是你送给我的 我曾深恨在楚宫里的那段日子 只觉得度日如年 一心想要逃离 可如今想起来 楚宫虽苦 但与你在一起的时光 却是我这一生中 最快乐无有的日子 于我而言 更是如此 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 世间最好的女子 可惜眼下桃子已经收获了 只剩下桃梨 年年岁岁 桃花相思 岁岁年年 人也不懂 玉儿 你这些年在秦国的遭记 我都知道了 义渠君对你有大恩 的确如此 我与他生死相依 性命相许 我既感激他 又羡慕他 又羡慕他 子歇 感激他能够真心地对我 护着你 羡慕他能够为你做这一切 而我却不能 不必说了 我这一世 没有来的 会比你更多 与我而言 也是一样 既然你这次来了 就不要走了 我是楚臣 我是陪楚国之子来的 楚臣 楚臣又如何 你比我更知晓楚国 如今楚国是一潭死水 屈原被逐出颖都 老昭阳专横昏溃 郑秀和晋上一手遮天 太子恒的地位 岌岌可危 你就算回到楚国 也无所作为 不如留下来 你来做我的右相 月儿 我若想留在秦国为官 何必要等到今日呢 那好 那就连太子恒 也一起留下 楚王昏溃 郑秀一心想除掉太子恒 让自己的儿子夺楚 你们就算回到楚国 也未必能让子恒 保住太子之位 崇尔在外而存 或许有朝一日 我可以支持她 让她成为楚王 你既然如此不看好楚国 为何还要与楚国联姻呢 当这个太后 屡屡筋疲力尽无计可施 权衡眼下实力 只有秦楚联盟 才可以共同对抗 赵寒卫齐四国 你最懂我 算我求你留下来帮我 月儿 我虽不能在秦国朝廷为官 可我若留在秦国一日 我就帮你一日 只是有一日 我若不在了 也就帮不了你了 我不会让你走的 我倾其所有 也不会让你走的 你如今有的是大秦的天下 你对我 不该轻其所有 你值得 太后和皇公子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这就叫做阴醋阳茶 一举军也是个好人 只是 闪开闪开 闪开闪开 这点儿不错 快出去 走开 快出去 快去 大王 大王 坐 快快 舆 mo 等你等我 快 Alleg Oh 这个怎么办啊 那些容得野人又来了 能怎么办呢 白吃白喝白拿 每次来了还砸东西 只求他们不杀人就好 边境 拿酒来 快快快快快快 快 快快快快快 酒来了 酒来了 热眼 今个大的 大王 喝酒 大王 叫他们换大碗 叶剑 拿大碗上酒 快 来了 来了 来 大王 这肉没有我们草原上的香啊 就是 我们的牛呀是现宰现吃 哪像这里的灵色小气 宰好了还要挂起来晒 吃一块搁一块 晒了好几天的肉 早都没肉味了 有酒有肉 还堵不住你们的嘴啊 大王 兄弟们是想家了 这咸阳城好是好 它跟咱们草原比起来 那太憋屈了 不但事事都要受人家的管束 就连平日那酒肉 也都不合兄弟们的口味 嘴里呀 淡出个鸟来了 你们那是闲哪 就想着白吃白喝的时候了 告诉你们啊 等打起仗来 看你们还叫唤什么 大王 这何人能打仗啊 兄弟们哪 这小都痒痒着呢 快了 太后说 谁跟谁打 他就谋划着他 那一定是跟楚国恋瘦一气打吧 这怪不得连楚国的黄公子都来了 哪个黄公子 还能有哪个 就是 那会儿在燕国跟大王一起救太后的那个黄公子 黄歇啊 你忘了 我当时还想抢大王的女人呢 她呀 昨日我在街头还撞见她呢 她说 事初使秦国送楚国的质子来的咸阳 还要在这住上一阵子 要我说呀 大王 那小子对太后就没安好心 真依我看哪 太后 太后 你今日怎么回来这么晚 太后今日 容颜赵人啊 仙儿 你去给义渠君倒杯热茶 是 今日太后 穿的是哪件敌衣啊 绣有青鸟的那件 为何没有穿那件绣朱雀的 没有为何 只是信手拈来 这青鸟乃楚国神鸟啊 见楚国质子 自然要穿绣有青鸟的地衣啊 太后今日梳的发迹也不一样 显儿 惠儿 这也是楚宫里的样式吗 太后 太后今日的梳妆 只是觉得好看便这样梳了 并没有着艺术楚妆 还是楚妆好看 记得义渠君 过去从未在意过我的衣饰妆容 在意啊 只是以前 觉得你穿什么样样都好看 都顺眼 不过 今日才知道 这衣室里面 还有那么多学问 你今日喝酒 竟把你的眼光都喝挑剔了 以后这酒 还是少喝些吧 不过 不过 显儿 惠儿 扶义渠君 进去歇息了 是 这酒啊 是要喝的 我不喝 怎么知道太后的母国来人了呢 这酒啊 上好的衣料啊 带着客户的女装 金菜 带着客户的女装 方布 上好了 上好的衣料 金菜 谁谁谁谁 别吵 走开 真的很辛苦 这无事情 这简单不行啊 是啊 不要的 用你拿狼皮换你的手ologie 不要的 不 沒有 不要给钱的 你不要拿钱买的 放下然后 不要 你 把得他的带 我看你想挨的 快点 你给我干什么 放开 谁在许事捣乱 你给我抓起来 你给我去 这莲子羹太苦了 太后外赶风邪 喝点莲心汤 可以去去熟 太后 怎么了 回太后 咸阳城里出乱子了 发生什么事了 昨日禁军和义渠人 在街市上打起来 很多人因此而受了伤 伤得重不重 眼下已无大碍 受伤的人 都被送其就医了 以后这种事情 要早点来通报 这种事也不是一日两日了 咸阳城中 屡屡发生义渠将士 在街市醉酒 蓄意伤人 还有在集市上 拿东西不给钱 打杀商贩的事件 百姓是怨声的 敢怒不敢言 因为知道义渠人性情彪悍 习俗不同 又知道他们与大秦有功 所以多隐忍下来 没想到义渠将士变本加厉 以为其人怕了他们 所以更加肆无忌惮 来 穆馨 在 召樗里子到宣氏殿 是 贤儿 惠儿 替我更衣 是 是 樗里子 咸阳城中出了这等大事 你怎可不告诉我 若当真演变成了义渠人 与秦军在咸阳城中的混战 那该如何收拾 太后今日不问 臣也是要说了 太后纵容义渠人 还要到何时啊 若说当日 她驻大王登基有功 当年禁军中鱼龙混杂 她护卫功尽有劳 那太后 以金箔土地封赏也就够了 太后与义渠军有情 单留义渠军在宫中 纵有闲言都是小节 可如今 义渠人的营杖 就设在咸阳城内 他们在咸阳屡犯秦法 虽然臣曾答应过太后辅佐内政 但若是太后再这样纵容下去 只怕臣 只怕臣难以继续坐在这个相位之上啊 义渠人 生长在草原上 放马牧羊 行列征伐 以物易物 并不通晓市集交易 他们在外征战 回到部族之内 所有东西都是共享的 所以也不懂得 在咸阳城里拿东西 是需要给钱的 他们习惯了大块吃肉 大口喝酒 一言不合拔刀相向 原也是旧时风起 若是在草原上是习俗 可在咸阳却是犯禁 是违法 太后所言极是 这里是秦国不是义渠 太后曾经说过 秦国推行商君之法 无论王公大臣庶民百姓 都必须遵守 违法必究 可若是义渠人 成了法外之臣 那秦国的法度 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樗里子的话在里 眼下一渠人 是匹野马 训好了可以驰骋江场 训不好 就会撕咬伤人 所以当务之急 是你我必须尽快想个办法 如何给他们带上缰绳 太后 何事 有人听说太后病了 来给太后咸药 我哪有工夫见这种咸人 打发他走 此时此刻 什么药都治不好我的病 是 太后会急记医 病怎么能好 紫歇 紫歇 何事也能救死扶伤 妙手回春了 妙手回春倒不敢当 但能做到对症下药 药到病除 坐 岳儿这几日果然轻瘦了不少 腹热凡可 今日又添了头痛 我已知晓 我已知晓昨日咸阳城里的事端 你头痛 无非是作难如何处置义渠军在咸阳的人马 这些 义渠人 助稷儿登基 又帮王军东征西逃 平定朱公子之乱 的确是有功于秦国 但他们与我们秦人习俗不同 性子又也惯了 不是几日就能改变的 不处置他们 无法向朝廷百姓交代 处置他们 轻了重了又都不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太后可记得三年前 赵国和燕国联兵一起灭了中山国 从此赵国的势力大增 赵王庸回到赵国强行推行胡扶齐设 此后大小数战均未有过败绩 赵国为了得到更多的粮马 还收服了林湖和楼返两个胡族 并趁朱公子之乱 占据了我秦国榆林之地 得到了大批草场和粮马 赵国推行胡扶齐设 对赵国国事影响极大 月儿何不效仿 胡扶齐设 �� 南瑾 秦老咱 уд 按照 Apollo 这副药是否好用 的确是很好用 太后是说利用义渠人马 是 这几年赵国胡府骑设 立兵磨码 扩张疆土 成为诸侯中的强国 樗里子 过去与诸国交战 都以兵车为主 有千秤之国才能称之为大国 可车战的年代已经过去 接下来与敌国交手 骑兵才是要害 要与赵国在骑兵之战上 成个高下 就必须要有义渠之骑兵 不 我要的是一支 我们秦国的骑兵 从今日起 秦军要与义渠军队 一起操练作战 学会骑兵之术 义渠人从小生活在马背上 这是他们的长处 可他们也有短处 虽然他们是草原霸主 但他们并不擅长使用兵器和阵仗 我说的是我们秦人的兵器 秦人的弩剑 秦人的甲咒 若能将我们的兵器阵仗 与义渠的奇数相结合 那秦国必将所向无敌 臣明白了 我会让义渠人 把营杖设在咸阳城外 任何人不得擅出军营 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可以开列单子 由我的内库出钱购买 送到军营里去 他们在自己的军营里头 行他们自己的法度 要喝酒 要斗殴都由他们 但只要出了军营 便要受到秦国律法约束 任何人不可违背 之前他们有过违法之事 是我未曾昭示于他们 所以就由我出钱 以前代法如何 如此 臣也好对众人有个交代了 你什么意思 为何让我们义渠人 都搬出咸阳城 你不是总抱怨 说咸阳城太狭小 城外能给你们更大的天地吗 让我们选地设营自然好 可问题是为何出了营地之后 却要受你们秦法约束 野马居子 我说过 得到秦国 你们就有了永久的粮仓 不怕子民们由于灾害饥荒 会在严冬饿死 也不怕其他不足的侵袭伤害 但这永久的粮仓 之所以能够存在 就因为它和义渠草场不同 它不能随心所欲 要按照十节行事 春日夏种耕种 夏日除草施肥 秋日采摘收获 你若把秦国也当成义渠草场 那你就会失去这个永久的粮仓 可我们义渠人与秦人终究不一样 那要看哪些不一样了 为人豪爽 侠义肝胆 令人敬重 野蛮无礼 打打杀杀 令人躲避不及 更何况自从义渠归顺秦国 那早就是秦国人了 既然是秦国人 那秦法对所有秦人 就该一视同仁 难道你们愿意身处咸阳 被人看作是义类 看成是害群之马 这么说 这都是为我们义渠着想 我既为了秦国 也是为了你 唯一让我不安的 就是让你辛苦了 要你在营地 和咸阳宫之间往返奔波了 你别担心 我情愿 还有一事 我要与你说明白 你说 前日你回来 问起楚国使臣来咸阳的事 楚国使臣 有这事吗 定是我那日喝多了 我不进了 黄歇来了 就住在驿馆 你们也算是故人 你有空去会会他吧 我哪有时间会他呀 我还是尽快把我们在城外的营帐 给剪下来 做事吗 没有 都要重复或故人 都唱得我 Sick